她是电影史上最有魅力的变态杀人狂之一 白天的西装革履 浑身上下 无不散发着高贵的精英气质 然而到了夜里 她却变成了嗜血屠夫 你能想象出高级公寓里出现了这些场景吗 血链的女孩尸体排成一排 冰箱里除了美味的甜品 还有死人的脑袋 话不多说 一起来看今天的故事 和美国精神病人 贝特曼27岁 哈佛大学商学院毕业 是华尔街某投行的副总裁 贝特曼生活得很精致 每天都会护肤 健身 以及使用各种功效的洗衣用品 但她有着一种很抽象的构想 认为真实的她并不存在 存在的只不过是她的屈窍 别人看到的 感知到的都不是真的她 贝特曼旧职的投行是她爸爸开的 虽然用不着上班 但她每天都准时打卡 要的就是一个参与感 贝特曼和朋友们 经常出入各种高级酒店和酒吧 似乎她和这些朋友都很聊得来 贝特曼有婚妻 但两个人心缘异马 一个和贝特曼的朋友搞在一起 一个勾搭上未婚妻的好闺蜜 多西亚是霍尔街附近的顶级餐厅 贝特曼想订一个晚八点的双人桌 和未婚妻共进晚餐 这已经不是她第一次尝试了 可惜从来没有订成功过 最后贝特曼不得不退而求其次 订了差一点的巴卡迪亚餐厅 她向未婚妻推荐了餐品 但未婚妻却一副不感兴趣的样子 第二天同事保罗 兴致勃勃地告诉办公室里的人 这周五他在多西亚餐厅订好了位子 大家都很震惊 周五都能订到他是怎么做到的 贝特曼听到这里 脸上露出了不悦的神色 随后他掏出刚订制好的新名片 想让他挽回一些脸面 但同事们却说 虽然名字的颜色和字体都不错 但这根本算不了什么 说完 几个人纷纷展示了自己的名片 每一个都是贝特曼意料之外的好 保罗本想低调 贝特曼却主动提出要看一看他的名片 结果这张是所有人当中最好的 当晚路过一个小巷时 贝特曼遇到一个鸡肠碌碌的乞丐 你需要钱吗 我可以帮助你 乞丐感激涕零 你真是个大善人 贝特曼打开随身携带的手提箱 可是他拿出来的不是钱 而是刀 没等乞丐反应过来 刀子已经刺进他的身体 杀人的快感冲散了贝特曼的不悦 之后他像无事发生一样 继续享受着生活 没人知道 这个看起来高贵的男人 竟有如此不为人知的一面 最近 贝特曼有一种强烈的感觉 夜间嗜血的欲望 似乎已经蔓延到了白天 无时无刻 他都处在暴怒的边缘 理智的面具随时都可能滑落 圣诞节派对上 贝特曼和未婚妻简单寒暄一会儿 便找到保罗这里 保罗一直把贝特曼当成了另一个同事 马库斯 马库斯和贝特曼的工作内容一样 两人还都偏爱华伦天奴的西装 眼镜和发型也差不多 贝特曼以马库斯的名义 邀请保罗到另外一家餐厅吃晚饭 几天 贝特曼好奇地问他 项目是怎么从别的同事手里抢过来的 保罗静兮兮地说 我可以告诉你 但那样的话我就得杀了你 贝特曼笑而不语 短暂的沉默后 他说 我喜欢解剖女孩 你知道我已经完全疯了吗 然而保罗根本没把贝特曼的话当作一回事 九过三巡后 保罗跟着贝特曼回了家 房间里陈列有些奇怪 沙发桌子全都套上了防尘布 沙发前面的地板上还铺了一层报纸 保罗昏沉沉地坐在沙发上 贝特曼一边和他聊着最喜欢的乐队 一边穿上了雨衣 吃下一颗药丸之后 他悄悄拿着一把斧头 站到保罗身后的厨房 在酒精的麻醉下 保罗的思维变得有些混乱 他笑着说 你家养狗了吗 地上这么多报纸 还有你穿的雨衣 是什么新时尚吗 贝特曼一边附和 一边打开音乐 然后扭着央格 来到藏斧的厨房 杀死保罗后 贝特曼淡定地抽了根雪茄 尸体总归是要处理的 他把保罗的尸体 装进一个黑色旅行袋里 然后旁若无人地拖出了公寓 刚把袋子放进出租车后备箱 一个路过的男人认出了贝特曼 男人看了看旅行袋 不过他并没有察觉到异样 而是好奇旅行袋是什么牌子的 处理掉尸体后 贝特曼用保罗口袋里的钥匙 打开了保罗公寓的门 窗外的夜景 让贝特曼极为震惊 这里竟然能俯瞰中央公园 看来 保罗不仅名片比他的要高级 住的公寓也比他贵得多 平复好心情 贝特曼从卧室找来一个行李箱 然后装了一些衣服进去 制造出保罗已经出远门的假象 离开前 他还模仿保罗的语调 在达鲁基上留下口讯 说要到伦敦出差一阵子 几天后 侦探突然拜访 他受保罗女友所托 负责调查保罗的失踪案 因为一切都还不确定 所以保罗的家人还没有报警 贝特曼镇定自若 他试探性地询问侦探 有没有发现目击证人或者指纹 侦探告诉他 除了达鲁基上的留言 以及消失的行李箱 和一些衣物之外 他什么都没有发现 侦探的话 让贝特曼瞬间轻松了不少 新的一天 贝特曼像往常一样 从健身开始 电视上正播放着恐怖电影 德州电剧杀人狂 女人凄厉的惨叫 对于健身中的贝特曼来说 就是兴奋剂的存在 夜幕降临 贝特曼在回家的路上 花钱叫了一个应照女郎 上车后 他又打电话叫了一个 要求20岁出头 金色头发 三个人才够刺激 贝特曼声称自己叫保罗 他还给坐在车上的应照女郎 起了个名字 克里斯蒂 贝特曼告诉他 等到了公寓 必须对他说的一切言听计从 没过多久 金发女郎也到了 贝特曼给他起的名字 是塞布利娜 看到克里斯蒂 穿着睡衣出来的时候 塞布利娜脸上 闪过一丝惊讶的表情 但毕竟是专业的 下一秒 他便做好了表情管理 做游戏之前 贝特曼问他们 你们不想知道 我是做什么的吗 尴尬的是 两人都表示不想 听到这儿 贝特曼自顾自说道 我在华尔街工作 皮尔斯投行听过吗 两个妹子摇里摇头 作为底层小人物 房子的好坏 可能更直接一点 两个人都看出来 这套公寓肯定不便宜 之后 贝特曼打开音乐 向两人介绍了 自己最喜欢的乐队 贝特曼侃侃而谈 但显然 两个女人不懂音乐 也没什么兴趣 在贝特曼的示意下 两人走进卧室 脱光了衣服 与此同时 贝特曼拿了一台摄影机 对准着床的位置 随着激昂的音乐响起 三个人愉悦了起来 期间 贝特曼一边运动着 一边透过镜子 欣赏自己紧致的肌肉线条 半夜 女人们问他能不能走 贝特曼却说还没完事 他打开抽屉 里面是各种各样的工具 又玩了几轮游戏后 两个女人含泪收钱 离开了公寓 这天 贝特曼和朋友 在酒店里闲聊 这时 同事路易斯跑过来 说自从看了 保罗的名片后 他也给自己定制了新的 朋友们 不情不愿地 给予赞美 贝特曼则是一言不发 他最看不上的人 就是路易斯 他的名片 怎么能比自己的还好 随后 贝特曼戴上黑色手套 尾随路易斯 来到卫生间 他慢慢靠近 用手掐住了路易斯的脖子 然而 路易斯发现后 并没有意识到 问题的严重性 暗恋贝特曼的路易斯 以为自己等来了双向奔赴 于是主动把他的手 搭到脖子上 他等这一刻 等得太久了 在圣诞派对 见到贝特曼的第一眼 他就沦陷了 这一出倒反天罡 倒是把贝特曼整不会了 嫌弃被握过的手脏了 他连忙用水冲洗 然后落荒而逃 路易斯痴心不死 不忘用手势提醒路易斯 想他了就打电话 这天 侦探又来了办公室 他想知道 保罗失踪那晚 贝特曼人在哪里 贝特曼告诉他 当时在和一个女孩约会 但根据侦探打探的消息 事实并非如此 现状 贝特曼又改口称 不记得了 侦探继续问道 那你最后一次 跟保罗在一起 是什么时候 贝特曼很努力的 想要搪塞过去 说是两人一起 看了新的音乐剧 还在餐厅吃了饭 侦探没有再继续追问 而是邀请贝特曼下周 一起吃个午饭 当晚 贝特曼在酒吧 认识了一个金发女郎 她是模特 两个聊得很愉快 散场后 贝特曼把女模特 带回了公寓 隔天上午 她在办公室里 把玩着一撮金色头发 看起来很像是 昨晚女模特的 秘书琴进来的时候 她赶紧把头发藏了起来 贝特曼问琴 你愿意陪我吃晚餐吗 既然老板发话了 琴自然没有拒绝的道理 贝特曼很绅士 让琴自己选餐厅 但没想到的是 琴想去的是多西亚 贝特曼愣了一下 随后拿起电话 准备定做 不出所料 餐厅已经满了 根本定不到 但贝特曼却像没听到一样 亲切的和电话那头说 很好 晚上见 琴很聪明 她问贝特曼 你刚才没说自己的名字 贝特曼反应也很快 说餐厅的人认识她 琴还是很单纯的 立刻打消了一律 按照贝特曼的要求 琴当晚换得身好看的裙子 先来到公寓 贝特曼打开冰箱 给她拿冰激凌 注意看 此时的冰箱中 除了有甜品 还有一颗美女的头 没错 是女模特的 琴坐在沙发上 吃冰激凌的时候 贝特曼开始四处 寻找作案工具 刀子不行 强力交代也不合适 最后 她选中了一把电动钉枪 贝特曼一边说着暧昧的话 一边把枪头 对准琴的后脑勺 对此琴却浑然不知 就在贝特曼准备动手时 电话响了 是未婚妻打来的 见无人接听 未婚妻留言说了一大堆 此时琴才知道 贝特曼没有和未婚妻分手 意识到她明草有主 琴也很有分寸 她问贝特曼 是不是想让我离开 是的 我怕我控制不了自己 会做出伤害你的事 琴说 她不想弄得一身瘀青 于是离开了公寓 这两人似乎在跨府聊天 所谓的伤害 也根本不是一回事 但不管如何 琴总算躲过了一劫 和侦探约饭的日子到了 侦探从保罗的行政表上得知 他在失踪前 和一个叫马库斯的人吃过饭 但侦探问过马库斯 他否认了 并且给出了不在场证明 那晚 马库斯在另一家餐厅 很多同事都能证明 侦探告诉贝特曼 说不定保罗真的去了伦敦 用不了多久就会回来 怀疑某个朋友杀了他 实在太荒谬了 侦探字字句句 不提对贝特曼的怀疑 却每一句话都是对他试探 晚上贝特曼再次找到克里斯蒂 克里斯蒂很犹豫 上次玩太花 导致他回去后 不得不去了急诊室 贝特曼承诺 这次一定会温柔 克里斯蒂还是犹豫不决 上车后 贝特曼一听 克里斯蒂的朋友 劝他找个律师 于是拿出支票 写上可观的金额 克里斯蒂拿着支票下了车 然而贝特曼没有离开 而是拿着钞票紧随其后 最终克里斯蒂还是没抵住 金钱的诱惑 答应了交易 一起来到公寓的 还有另外一个女人 贝特曼的前女友伊丽莎白 克里斯蒂说 这次的公寓比上次的还要好 他哪里知道 不经意的一句话 深深刺痛了贝特曼 没错 这里其实是保罗的公寓 潜聊了一会儿 又是熟悉的感觉 贝特曼向两人说起 自己最喜欢的专辑 进入阵队后 克里斯蒂中途想要溜走 万一后半场和上次一样 他可吃不消 就在他拿着东西 准备离开时 却不小心看到了 被子上的血迹 紧接着 传来伊丽莎白的惨叫 看着面目猙獰的贝特曼 克里斯蒂知道 大事不妙 拔腿就跑 他推开一扇门 却发现来到了衣帽间 挂在衣柜里的不是衣服 而是两只血淋淋的裸体女尸 随后他又躲进厕所 发现地上便躺着一具裸尸 贝特曼追了过来 他咬住克里斯蒂的腿 却被对方一脚踹开 克里斯蒂抓住机会 跑到外面的走廊 他一边大叫着 一边狂敲邻居的门 可惜无人会应 亲戚之下 他只能顺着安全通道 往楼下狂奔 贝特曼是个狠人 不穿衣服 就拿着钉枪追杀不了 他打开钉枪 朝楼下扔了下去 钉枪精准砸在 克里斯蒂身上 将其杀死 隔天 贝特曼在和未婚妻吃饭的时候 用食物 把克里斯蒂惨死的样子 画在了餐巾纸上 贝特曼意识到 他已经没办法修正 自己的试杀行为 面对催婚的未婚妻 贝特曼严肃地告诉他 我们到此结束 以后也别再见面 至于两人的共同朋友 以后就只是未婚妻的朋友了 未婚妻骂他不尽人情 贝特曼却说 自己尚存人性 听到这话 未婚妻委屈地大哭起来 贝特曼觉得丢人 丢下他一个人跑了 晚上 贝特曼准备取点钱 这时 一只流浪猫来了狡边 贝特曼刚把猫抱起来 取管机的屏幕上 突然出现一行字 请插入一只流浪猫 贝特曼准备开枪杀猫时 一个路过的老太太想要阻止 于是 贝特曼掉转枪口 杀死了老太太 枪声引来了 在附近巡逻的警察 贝特曼试图逃跑 但还是被警车捅住了去路 事已至此 沙红眼的贝特曼 开枪射杀一名警察 接着又引爆警车 环灭了巡逻的警察 事后他逃到了投行大楼 一般保安让他登记被杀 打扫卫生的保洁 刚走出电梯 也被贝特曼开枪送送 贝特曼所在的公司 在另外一栋大楼 看报纸的保安大爷没说什么 贝特曼也很配合的登记签字 回到办公室时 外面传来引擎声 刺眼的探照灯 不时的透过把叶窗照了进来 满头大汗的贝特曼 崩溃的给自己的律师打电话留言 我杀了很多人 在公寓里杀了几个硬照女郎 杀过5到10个流浪汉 还杀了在中央公园碰到的一个纽约大学的女学生 尸体就丢在一家田田娟商店的停车场里 此外 他还坦言自己杀死了保罗 前女友女模特等等 至于保罗的尸体 正在平民窟的一个浴缸里溶解 初步估算 贝特曼大概杀了20个人 40个也有可能 他用录像带记录下了杀人过程 其中最变态的是 把几个人的大脑做成菜吃掉了 留言最后 贝特曼约律师明天在酒吧见面 第二天 贝特曼像往常一样 很精致地出了门 他没有去公司 而是去了保罗的公寓 担心里面的尸体有味道 进门前 他还特别戴上了口罩 意外的是 公寓里有人在 似乎有人想从房东手里 租下这间公寓 之前保罗留下来的家具都不见了 房间也已经进行了翻修 贝特曼来了衣帽间 却发现原本挂在这里的尸体 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 甚至连一丝血迹都看不到 柜子里 只放着一些装修杂物 贝特曼一头雾水的时候 房东找了过来 他以为贝特曼是约好下午两点 来看房的客户 贝特曼问房东 这是不是保罗的房子 房东说不是 贝特曼想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 房东却急着赶他走 让他别添乱 以后也别再过来 来到楼下 贝特曼先是吞了一大口药 接着用公用电话联系了秦 秦向他汇报了今天的行程 然而电话那头的贝特曼 已经崩溃的哭了起来 他说今天下午恐怕没办法去办公室了 秦关心的问他发生了什么事 却被贝特曼骂了一顿 察觉不对劲的秦 打开贝特曼办公室的抽屉 在里面翻找出一个笔记本 不同的日期下面 记录着不同的女人名字 此外还对这些女人的死亡方式 进行了详细的图解 贝特曼冷静下来后 来到酒吧 在这里他看到了律师 于是小心地问他 有没有收到昨晚的留言 然而律师的反应 却让他意想不到 律师笑着说 当然收到了 贝特曼杀了保罗和应兆女郎 实在太搞笑了吧 原来律师压根没当真 以为昨晚贝特曼说的都是玩笑话 而他接下来说的话 也表示在律师心中 贝特曼其实是个胆小懦弱的人 如果说杀人狂是别人 律师或许会相信 换作是贝特曼 他认为绝不可能 不管贝特曼如何强调 是他杀死的保罗 甚至砍下他的头 律师就是不相信 之所以如此笃定 是因为十天前 律师和保罗在伦敦吃过两次饭 两人的谈话 在不愉快的氛围中结束 贝特曼回到餐桌 朋友们吐槽着电视上的新闻 贝特曼却充耳不闻 完全沉浸在自己的精神世界中 故事最后 以贝特曼的内心独白而结束 内心并不重要 再也没有什么需要克服了 我们所有人的共通之处在于 内心无法遏制的 疯狂恶毒的阴暗面 我已经不在乎 我种下的恶果 以及我对此的冷酷和漠然 我的痛苦持久而深刻 我不想祈求明天会更美好 事实上 我希望其他人 也能尝尝我的痛苦 我希望没人能够逃脱这种痛苦 但即便承认了这一点 我的内心依然没有解脱 我依然躲避着应得的惩罚 我也没有更深刻的认识自己 好的电影 总能给人留下 无限的解读空间 而这部电影 留下了最大悬念 便是贝特曼到底杀没杀人 是幻觉 还是真实发生的 对此 很多人都给出了不同的答案 并且列出了详细的证据 用以支撑 尽管如此 这个问题 始终都没有一个统一的答案 就在观众以为 贝特曼杀人 是板上钉钉的时候 公寓里的尸体不翼而飞 到底是不存在尸体 还是房东担心凶宅不好出租 偷偷处理了尸体 其实都说得通 再就是 律师声称十天前见过保罗 看似做谁了凶杀案是幻觉 但是细心的观众或许注意到 电影里的人物经常互相叫错姓名 甚至当贝特曼向律师坦白罪行时 也被律师误认为是戴维斯 因此律师在伦敦见到的保罗 也不一定是真的保罗 在DVD版的彩蛋中 有两位编剧的一段争论 一个认为案件真实存在 一个认为凶杀是构想出来的 两种说法都有道理 却又都存在说不通的地方 电影最后一个镜头 贝特曼身后的门上 写着这样一句 This is not an exit 这也是原著小说里的最后一句话 他似乎在隐晦地告诉我们 单纯地讨论主角有没有杀人 是没有意义的 因为就连编剧和导演都不知道答案 或许电影的初衷 并不是让人争论这个问题 而是通过这个故事 让人意识到 只有深刻地去认识自己 才能获得救赎 好了 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的宝子们 可以去看看原片 最后不要忘记三连 支持一下哦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